就在前面 我去 飘移吗 之前小鞋师看到肉就直接冲过来了 差点以为是八六下山了 可以啊 一下子就驯服了 毕竟是新物种 对食物的要求没有那么挑剔 好可爱啊 像一只大型犬一样 什么声音 乖乖 这是什么 吓死我了 这是黑巨蟹 一样可以靠生肌肉驯服 不过这家伙有点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 你看这不是一样都急速驯服了吗 而且没想到这家伙还能骑乘呢 就是似乎不受控制 哎 你要带我去哪里 阿飞救我 他怎么自己爬上去了 他好像很喜欢把自己的主人扔到水沟里 这是什么奇怪的生物 不过不得不说这家伙还挺酷的 哈哈 骑蝎子你们谁见过 很帅吧 狮蝎可以承奏吗 当然了 可是为什么我上不去 狮蝎的话需要你空手才能上去 不然他会默认你要给他喂食 像我这样空手就可以上去了 乖乖 这也太忙了吧 有一种在骑狮子的感觉 你不废话嘛 人家是狮蝎啊 可不是有骑狮子的感觉 我再给你看看别的 这不就是普通的狼吗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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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巨狼 可比一般的狼大多了 那可以驯服吗 当然可以 普通的狼都可以 我培育的新生物自然比那个更好驯服 只要你拿上骨头 又不行了 算了 还是我来吧 好的 鉴定完毕 阿飞 不愧是你 你成功呢 不是 完美失败 不愧是你啊 不靠谱发明家 呃 呵呵 呵呵呵